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 我呢,想做一个短视频啊 那么 我前面呢,做过两个视频 English Grammar 1和English Grammar 2 那么那两个视频呢 我呢,准备呢,就是讲那个 讲一本叫《剑桥的英语语法》那本书 我觉得那本语法说不错 然后呢,我呢,准备呢,跟同学们讲那本书的啊 那么我第一个视频和第二个视频呢 做了两个视频 那么做了两个视频以后呢 我就觉得有点枯燥啊 这个语法有点枯燥 然后呢,我呢,后来就停下来了 停下来呢,我就开始做那个 莎士比亚的那个Macbeth啊 那么因为我觉得 我当时觉得我讲了那个Hamlet以后呢 我还想讲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啊 那么后来呢,我挑了一部这个Macbeth 那么我在Macbeth的第一个视频里面也讲了啊 这个原因啊,我为什么要中断这个English Grammar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剑桥英语语法那本书的讲解啊 那因为呢,有点枯草啊 有点枯草 好,那么 那么今天啊 很巧啊 今天呢,我在网上啊 在浏览的时候啊 偶然的呢,看到了有一个视频啊 一个英语的,学英语的频道啊 这个英语的频道叫英语兔啊 啊,这个东西 我呢,看了他 他呢,讲那个英语啊 一个一个语法的一个视频啊 那么我呢,偶尔的呢 点击去看了一下 哎,我觉得他讲的不错 啊,那么 我觉得他这个英语语法呢,讲的不错 那么呢,后来呢,我发现了 呃,我现在呢,就觉得呢 应该把这个英语的这个学习频道 推荐给大家,啊 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呢,他 我就看了他一个一个视频 讲语法的 讲的好像是总的这个语法 哎,有点 有点意思啊 讲的不错的啊 那么 那么我呢 推荐这个频道给大家呢 主要的目的啊 我想偷懒了啊 那么我的意思啊 我这个语法 这个剑桥英语语法这本书啊 我就不讲了 啊,哈哈 东西嘛 因为我发现啊 这个英语图上面啊 这个基本的东西啊 他讲的要要要比较详细 啊,他那么有画功夫啊 他像画了功夫的啊 画了功夫 讲的比较详细 也讲的比较好 所以呢,我就觉得 我就没有必要再讲了 对不对 重复啊 这种没意思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英语的这个语法啊 这些基础的东西呢 我呢,就现在呢 就交给这个英语图啊 由他们去处理了啊 那么 那么同学们啊 关于这个英语的这个基础 打基础的方面的东西啊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网站是不错的 啊,你看了这个网站 听他的视频呢 我觉得呢 你能学到很多英语的这个基础的东西啊 这个这个东西毫无疑问 他讲的也比较全 啊,比较仔细 啊,有有些也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大型的啊 是正宗的啊 我听了一个视频啊 我就做我的感觉是这样 不错的啊,不错的啊 所以呢,我我这个人啊 要求比较高的啊 品位也比较高 那么如果我觉得看了一个视频以后啊 我觉得这个频道不错啊 那么 他肯定是有含金量的啊 同学们啊 肯定是有含金量的 那么 当然了 我就看了他一个视频 对不对 那么至于他里面是不是其他的视频也做的这么好啊 或者怎么样啊 那我们就不管了 我觉得既然看了一个 他既然是一个英语频道 讲了一个英语语法的一个视频 讲的不错 那么其他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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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也应该不错啊 哎呦,这个是我推演 同学们,不好意思啊 我推演一下 推演一下应该是不错的啊 那么我把这个呢 介绍给大家 那这样的话呢 我呢 对于这个英语语法呢 如果没有一些重大的发现 我自己需要啊 就说别人没有讲过的东西 那么我呢 会偶尔呢 会可能呢 会再讲一讲 那么别人讲过的东西呢 我就不多啰嗦了 别人讲的比我好 对不对 他是下了大功夫的 他那个视频啊 也有编辑 他还有网站啊 对不对 有编辑,有网站 可能他后面 还有什么团队啊 之类的 是不是啊 这个东西 他这个是赚钱的 同学嘛 这点距离很高啊 有100万,200万啊 这样的点距离啊 这个是商业运作啊 跟我这个随便聊聊英语啊 这个是 这个GP不严啊 投入的资金不严啊 投入的资金不严 那么 那么 那么但是他不错啊 但是他不错 那么 同学们 想要了解英语语法 其他的我不知道 他可能里面好像还有 什么发音啊 每个英语 每个部分他都讲到了啊 那么 那么你要学学英语啊 要打基础啊 那么这个频道呢 应该不错的 那么 我这里呢 还要说一句啊 就是说 你学英语啊 你除了看这些频道的东西啊 那当然了 你可能 肯定有不少 不小的收获 对不对 但是最终啊 你自己啊 像这种语法书啊 像这种什么英语 剑桥英语语法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好的英语语法书啊 这种东西啊 你最好呢 自己呢 还是要去阅读一下 啊 原版的 最好是原版的 那么翻译版的呢 也还可以 但是最好是原版的 那么去看那么一两遍 啊 至少看一遍 一遍不够的 东西们 我是这么认为 你这个语法书 看一遍是不够的 看个两三遍 啊 明白吗 那么这样的话呢 再结合这个 这个英语图啊 那么呢 再结合 我的视频里面 也讲过几期 这个语法啊 就就就对英语语法里面 难点呢 比较难的地方呢 我也讲了一下 啊 我也提了一下 那么 那么 其实英语里面 最最困难的是什么 是情态啊 就是一个一个 你说话的一个情态 这个是最困难的 那么我呢 一直想讲这个东西啊 这个情态呢 倒不仅仅 因为这个情态的 覆盖语言的 整个的这个 这个方面呢 不仅仅涉及到 情态动词啊 我们英语里面 有一类是 什么情态动词 但是这个英语的情态啊 不仅仅限于情态动词啊 除了情态动词以外啊 还有什么虚拟啊 等等的这些 句子的机构啊 等等 他他他都有情态 包含在里面 还有感叹词啊 很多的感叹词 就是表达一种情态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情态这个东西呢 很复杂的 那么我呢 本来呢 想讲一讲 但是呢 我觉得呢 这个 这个因为跨越的 这个这个这个 跨度比较大了 就说很难讲好啊 不好意思 很难 我觉得很难讲好 那你讲的 太仔细了 你你你你得 首先你得把 一个一个的情态动词 都都要讲过来啊 首先 那么我觉得呢 那英语图里面呢 像这种东西呢 他都能对付了 你们去看这个英语图啊 他呢 会把这个 每一个情态动词啊 可能都会跟大家 要讲一讲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频道 不错的啊 我今天呢 一方面呢 我要推荐这个 英语图这个频道 另外呢 主要原因啊 还有我的动机啊 我为什么推荐别人啊 因为这个英语图 跟我没有任何商业 有关系的啊 我为他现在等于是 做了一个广告 对不对 但是我没有一分钱收入啊 我根本就不搭的跟他啊 但是我觉得好的 那我跟同学们推荐 对不对 大家都在学习嘛 对不对 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 一定要钱的那个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啊 同学们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啊 大家都在做一种 为人类啊 这个文明啊 进步啊 大家都在做贡献啊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啊 好 那么那么那么这个 我我推荐这个频道啊 主要的原因 还是我想偷懒啊 这个这个我是很自私的啊 人都是自私的 对不对 我推荐这个频道 主要是我 我这个英语语法 这个剑桥英语 我就不讲了 这个这本书啊 这个是我的主要目的啊 不要搞错啊 我没有 我这个人没这么好啊 还是很自私的 对不对 我是想自己啊 摆脱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基础的这个英语啊 这个讲解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任务啊 我我让那个英语图啊 去去对付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我的这个目的 那么因为我觉得 我像这种基础的英语的这种东西啊 我讲了以后啊 首先第一个 我不见得比他讲的好 另外第二个啊 就是说我很多东西 我讲的跟他的 有大同小异 都是重复的 那就没意思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呢 就就就就就就 推荐大家去看这个英语图 不管是英语语法方面的 还有我相信 还有其他方面的 哎 什么发音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羞耻啊 甚至于他们 我就看到他一个视频 我对他不是很了解 好 那么我现在呢 先呈现给大家 我呢 先呈现给大家 就说这个英语图 这个网站啊 这个这个视频啊 在YouTube上面呢 它长得什么样子的 在在在这个 哔哩哔哩上面 它长得什么样子的 你看 看我现在显示的 就是他这个 哔哩哔哩上面 他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呃 长得模样 啊 英语图 他还有个网站 www 英语图 dot com 看到没有 然后呢 他这里呢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模样的啊 啊 你看看 他的粉丝有 有500多万啊 同学们 不得了啊 哎 是不是啊 哎 明白吗 这个是他在哔哩哔哩上面的啊 同学们 看到没有啊 呃 六年了 他已经LV6了 什么LV6啊 那我我我 我是不是LV0啊 同学们 啊 那那那那 他这个网站啊 这个视频道啊 在这个 那我看到 就是这个语法 一个视频说清啊 我看到就是这个视频啊 一个视频啊 说清整个英语语法体系啊 从事你语法认知框架 我看的是这个这个视频 我觉得他讲的不错啊 所以呢就就推荐给同学们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他在 他在这个这个 呃呃呃呃 哔哩哔哩上面长的模样 这个这个频道啊 那么他在YouTube上面长的模样呢 我跟同学们说一下啊 在YouTube上面呢 就长的这个模样啊 那么 那么YouTube上面呢 我呢也没有订阅他的东西啊 我没有订阅他的东西 所以呢 那我呢也没有 我呢就不显示他什么 什么什么channel ID啊 这些东西 什么handle呢 什么什么东西啊 因为因为他有一个商标 这里是英语图 我觉得呢 同学们 如果你们去查英语图 这三个字啊 放进去呢 像我这样 我查一下英语图啊 他马上就跳出来 他的视频 因为他的视频比较很很热门的 大家都在看 都都在学 对不对 他可能我具体不太清楚啊 他可能有可能是一个国内的一个 或者是国际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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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教学的那个那个机构啊 明白吗 说不定是这么一回事啊 所以说 那么那么那么不错的 不错的 那么好 那么现在呢 我呢 就是说 把这个英语基础方面的东西呢 就就这个任务啊 就就甩给甩给这个英语图了啊 我我呢 就这方面呢 以后呢 就就不讲了 那么我呢 专注于什么 讲一些啊 其他的频道 不讲的东西啊 这 比如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啊 Hamlet啊 什么Macbeth 这样的啊 那么那么 听我的视频的同学啊 那么那么那么 你首先你要对英语啊 有兴趣啊 哎 没有兴趣啊 这个这个听我这个视频啊 那那那那 两分钟啊 就睡着了 哈哈 哈哈 明白吗 两分钟都不要就睡着了 没意思啊 那么那么另外呢 我讲的东西呢 深度啊 要稍稍深一点啊 就是说我呢 希望呢 给同学们呢 在语言上面 有一个提高 有一个提高 就说因为呢 外面现在这个做视频啊 像这些基础的东西啊 视频蛮多的 这些频道很多 但是呢 讲这些有深度的呢 就不多了 就不多了 比较难讲 比较难讲 对不对 他们不一定自己 不一定能搞得定啊 不好意思啊 那么那么我呢 下面呢 我呢 再补充一下啊 就是说同学们 要看我的频道啊 就是说 你要学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我呢 频道里面 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 我把那个网上啊 以及那个 我讲的那个 编辑社的那个注解啊 我讲了很多 我讲的比较仔细的啊 就是说跟这个剧本啊 莎士比亚的那个剧本 有关的那些 编辑的那些注解啊 我基本上呢 有关联比较大的呢 我都很详细的讲了 那么我这个目的是什么 我这个目的就是说 同学们 你如果能把这个编辑的这个这个注解啊 能把他的文字看懂啊 对于你的英文啊 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我们在这里提高英文水平 提高英文水平 不仅仅是莎士比亚的原文 莎士比亚的原文是古文 对不对 那么他那个编辑的注解呢 是现代文 跟我们一样的语言 但是呢 他那个注解啊 是有深度的啊 这个讲的这个这个句子啊 不管是结构啊 也好啊 它是有难度的啊 那么你跟着我学这个东西啊 学他的注解啊 你能把他的注解看懂啊 对于你的说啊 就是一个很大的英语的进步 一个肥越啊 等于说你在阅读啊 跟我呢一起在阅读一些有难度的英文的句子 或者是英文的段落 而且这个难度啊 不仅仅是在这句句子有难度 而且还是加上一个难上加难的地方在什么 就是说他这个编辑的 他这个注解啊 他把很多背景的东西都不说了 所以呢 也有一些很多背景的东西呢 你要自己去猜的 明白吗 你要自己去推演的 那么这个难度就更高了 那么所以呢 那么那么大家想提高英语啊 那么就要学一点有难度的东西啊 而不是仅仅决限于一些基础的东西 当然基础打基础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你首先要打好基础 但是打好了基础以后 你你你不上啊 不上难度的东西啊 你这个英语水平啊 也不会有太大的提高 那每一个这个英语爱好者啊 每一个英语爱好者到最后啊 都希望自己的英语水平啊 有一点 有那么一点像样 明白吗 而不是停留在这种基础的东西上面 要像点样子啊 你这个英语水平要要要拿得出手啊 要像点样子 那么你这个英语水平要像点样子的话呢 那么你呢 看看我做的视频呢 是有帮助的 是有帮助的 好 那么今天呢 这个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